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先透过后视镜 看后方有没有来车 由于大行车需要的刹车时间距离较长 撞击力道又大 如果后方有大行车 情况允许的话 建议可以考虑变换车道 以免后面大行车因为没有注意到远方车证 一靠近车证去来不及刹车 让前方小行车遭殃 第三 如果后方是一般小行车 建议可以先松油门 让车速逐渐慢下来 提早让后方车辆有警觉 也把速度跟着慢下来 最好自己车停下来的当下 后方车也跟着停下来 换句话说 在进入塞车车证前就提早阴影 降低因为后方刹车不及 变成连环追撞或推撞事件夹心饼干的几率 另外 如果担心后方车子没有注意到自己解慢速度 或前方塞车车证 可以闪警示灯提醒后方来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